不结婚的中年大叔生活是怎么样的 今天的主角 史郎告诉你 中年的史郎是一名优秀的律师精英 不仅长相帅气 而且生活极其自律 可这样的他已经45岁了 还没结婚 同事们对史郎充满好奇 因为每天史郎都会准时下班回家做饭 同事们都知道他有个非常甜蜜的恋人 但却从来没有见到过 今天的史郎也不例外 到点就准时下班 女同事们都十分羡慕史郎的伴侣 能找到个这么帅气体贴的男友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史郎其实是个gamer 而且非常抠门 离开公司后 史郎会快速逛遍三家超市来对比 究竟那家超市打折是更加优惠 看到超市打折的酱油还要418 史郎吐槽起了这个价格太不合理 在别的超市 他是299就能买 看到有打折到酒吧的牛奶史郎果断入手 本以为自己今天捡到便宜了 可当他来到另一处超市时 却发现这里的牛奶只需要92 足足比自己买的便宜了6元 回到家后 史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掉电饭锅 回来的路上他就已经想好了 要用香菇和牛棒做食井饭 将电饭锅取下来用勺子取出两勺水 在提前泡好的米里放一块昆布 再放入有数的酒和料汁 然后再将提前腌制好的硅 与整理摆放在锅里 最后再放入提前吸好的新鲜牛棒 牛棒里含有大量的多酚 这也是食井饭美味的一环 但切记不能过水 最后只需要在上面加上掰开的香菇 就大功告成了 将饭重新放进电饭锅里按上开关 接下来就只需要等待焖熟就好 有了饭现在还需要汤来配合食量 考虑再三决定用猪肉和原萝卜来做个味增汤 切块后的萝卜和猪肉一起炖煮 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第三个菜则是利用昨天剩下的油菜和油豆腐 将食材下锅加入味淋 简单地翻炒就足够让它们的味道融合 最后一个菜 施朗决定用冰箱剩下的鸡蛋 来做一个中餐风味的笋丝榨菜炒鸡蛋 打好鸡蛋 将榨菜细细地切碎 砧板上还放着先前切好的葱末 锅中下入鸡蛋 稍微拨弄一下就能出锅 切好的榨菜和葱末放进去 加入香油后稍作翻炒 再放入笋丝 最后加入鸡蛋就完成了 接下来只需要等食锦饭出锅就好 施朗有些感叹 这种做饭的感觉实在太充实了 给人的满足感甚至超过完美 解决一间律所的难案子 就在这时 贤二走了回来 他开心地狭白着刚买回来的哈根达斯 施朗却责备他浪费钱 周五的中村屋可以打八折 为什么要用原价购买 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 可是要控制在两万五千日元 贤二有些委屈地说 哈根达斯是你想吃的 中村屋没有这个口味 施朗听了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 决定不计较 而是叫贤二去洗手吃饭 吃饭的时候 显然哈根达斯的问题 还没完全过去 两人的沟通有些沉闷 施朗这才解释 他们的关系注定没有孩子 为了以后养老最靠得住的还得是钱 不过两人的一丝小借地 很快还是在美味面前化为乌有 吃完一碗的贤二还 想继续添饭 施朗却不让他吃了 原因是不想他还没五十岁 就会变成油腻大叔 贤二说他后面有东西 却趁机想抢施朗的饭过来吃 晚餐顿时变得温馨起来 工作中的贤二不同于严肃的施朗 他是一个对生活极其温柔的男人 面对挑刺的女顾客 耐心的贤二取得了对方欢心 与人邀请贤二下次一起出去约会 贤二却笑着解释他是个同性恋 并且有一个可靠帅气的男朋友 做饭还特别好吃 同事们有些感叹 这样的客人也就贤二能够对付 刚刚结束工作的施朗正在回家路上 正好撞到了同样下班的贤二 贤二想要帮他提东西 施朗却直接拒绝 理由是理发师的手可是很宝贵的 两人的打闹满满都是激情 却不想 这时候刚好遇到了贤二的女顾客 几人一番交谈 无意说出了他们是恋人的关系 贤二大胆不妙 果不其然 回家的使狼大发雷霆 指责贤二不该到处说这件事 更不该说他才是瘦 明明他只是喜欢在下面而已 贤二有些委屈 平日店长他们都能狠 幸福地分享家庭和孩子 为什么他不可以分享自己的爱 看着眼前的贤二 使狼有些内疚 转移话题说去做饭了 贤二说他太狡猾了 就这么逃避话题 晚饭为了道歉 使狼特意在饭菜中加入了许多 贤二爱吃的大蒜和洋葱 贤两满足地吃了 同样也感受到了对方的心意 两人吃饭的同时 那一丝不愉快的情绪也烟消云散 晚上使狼统计着这个月的伙食飞翼 外的发现还节省了8000日元 两人一番对视 开始吃起了之前没舍得吃的哈根达斯 生活可能有很多计较 但愿意陪你一起油盐酱醋茶的那个人 一定是值得你去对待的 早上起来 贴心的另一半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早餐 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但爱人一落的手机突然来了条 异性短性是否又会影响你一天的心情 今天的闲儿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短性不仅是一个名叫家 袋子女人发来的 还写着今晚七点 在中屋村等你的暧昧话语 贤二顿时有些不淡定 这时施朗也走了回来 贤二故作镇定地将手机递给了对方 等施朗一走 心情又变得复杂起来 工作中的施朗被派发了一件新案子 案子不大却有些麻烦 律所其他人并不想沾染 偏偏施朗并不在乎这些 他需要的只是六点能准时回家就好 同事们看着有些感慨 每天准时下班回家做饭难怪很受欢迎 而此时的贤二却在家里有些坐立不安 看着餐桌上的白吐司 忽然想起一些事情 好不容易熬到快七点 他终于决定还是要出去确认一番 贤二躲在一根柱子后面 仔细地观察着 接遍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 见到使郎出来 却发现女人和别人打上了招呼 使郎也发现了躲在一旁的贤二 他好奇贤二怎么会在这 心里有鬼的贤二支支吾吾 半天也没找出合适的理由 回到家里 使郎训斥贤二简直是个傻瓜 他跟家袋子纯粹 只是一起买菜的邻居罢了 碰到食材特价的时候 家里冰箱装布了 这时候就需要有人一起分担下 惊天相约 也只是因为对方 要分些草莓给自己 罢了 看着暗台上的草莓 贤二的疑虑削了大半 使郎没好气地说着 他和家袋子的经历 两周前 他和家袋子都站在中屋村 西瓜摊犹豫不决 两个人都有着同样的顾虑 那就是买一个的话吃不完 但特价西瓜又实在太诱人了 等两人买完菜后 结果还是回到了原点 终于两人还是忍不住 同时询问对方要不要平分购买 好心的侍郎 替家袋子将西瓜拎了回去 作为招待 家袋子取出了前一日冰镇的西瓜 看着眼前的西瓜 侍郎犹豫到底怎么吃 平时的话 他会选择先去掉西瓜子 然后用勺子养着吃 可是这种小气的吃法 可能会暴露他是个敌 家袋子又是住在附近的人 到时候跟邻居宣扬就糟糕了 犹豫再三 他决定用粗拱的方式 来消灭眼前的西瓜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种太过男子气概的吃相 反而吓到了家袋子 他有些后怕 自己居然在不熟的情况下 就将对方带了回来 看到此时正在找纸巾的侍郎 更令他怀疑 对方是在确定 家里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这种想法令他心里越来越害怕 甚至联想到自己凶也不小 对方会不会想要强暴自己 施朗刚走过来家袋子 直接吓得大喊救命 看着眼前的情况 一旦被人发现报警 自己指不定就成了非法入室 家强暴未遂 情急之下 施朗只好喊出了自己是给 结果家袋子被吓得更厉害 没办法施朗连忙取出了自己的名片 并且声明自己是律师 家袋子回过神来 这才放松了警惕 此时门外响起了一个女孩的声音 家袋子开心地说是他女儿 很快他的丈夫也走了进来 没等施朗做出自我介绍 家袋子已经宽慰家人别担心 施朗是个gay 一番操作搞得施朗哭笑不得 好在是不用被当成罪犯 作为歉意 家袋子为施朗做了家庭凉面 凉面色泽诱人 四个人坐在一起享用起了美食 而施朗也和家袋子约定 以后遇到打折食材可以平摊购买 凉面的味道有些超乎想象 施朗向家袋子请教了食谱 看着施朗端过来的凉面 嫌二这才明白自己一天都误会了对方 施朗分享着凉面的制作 紫苏和生姜切成末撒上芝麻粉 再多放些浓缩型的面条调味料 西红柿切丁后混合浇上去 最后只需要加上配菜黄瓜和金枪鱼就好 看着眼前美味的凉面 两人一脸享受地吃了起来 美食的存在总是在悄然间温满人心 因为早上的事 施朗已经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施朗好笑地说 难道自己就这么不值得信任吗 施朗却在这时提起了白吐司的事情 便利店的白吐司只要100日元 而施朗买的不仅要260日元 还非得去前女友的店里买 对于这个话题施朗并没避讳 站在他的角度 白吐司会去那里买 纯粹只是因为好吃罢了 那家店用的是国产小卖 这样一算价格反倒是便宜了 贤二表示自己其实见过对方当时 看到他的那一刻 就知道对方是个很好的女人 尽管40岁了依旧充满阳光 看着眼前的贤二 施朗笑着他不要在这里吸睛上身了 而且让他放心自己已经不是双王 说完施朗结束了话题 因为他还有草莓果酱需要处理 闲儿嚷嚷他还没说完 见施朗没理他只好闷头吃起了凉面 灶台煮着要用的果酱罐 施朗取出倒置在了毛巾上 草莓洗净后取掉杆 撒上一半的白砂糖 静置三小时 然后放进糖瓷锅烧煮 被白砂糖浸透后的草莓 本身水分就很充足 不用再加水 过程中只需要用木铲不断翻角 并且开中火煮就可以了 但要注意的是草莓煮出来的浮沫一定要打掉 这样虽然会让水果变白 但是一旦煮干了就会让之前消失的精华 重新回到果肉上 看着眼前的草莓果酱 施朗感觉这个瞬间简直太美了 将果酱煮烂后一定要趁热装到瓶子里 盖上盖子 现在只需要等到明天就能吃了 看着远处在叠衣服的贤儿 施朗若有所思 第二天清晨 施朗已经做好了早饭 嫌二将草莓果酱放到白吐司上 两人同时吃上了一口 咀嚼着口中的吐司 果酱的酸甜搭配上黄油的危险 简直堪称完美 两人享受地吃着早餐 喝了一口咖啡 施朗突然开口继续了昨天的话题 自己或人美交往是因为他长得高大 而且当时还留着短发 没有什么女人的感觉 但女生终究是女生 人两三个月倒还好 久了只会伤害彼此 所以当时他提分手的时候 自己也很释怀地同意了 贤儿听后表示原来他叫任美 施朗继续说着 当年的他曾想过 如果和任美结婚了可能会有孩子 但身为gay的他还是会忍不住找男影 这样不仅会伤害任美 同样也会伤害男影 如果他真的这么过完一生 想想都觉得可怕 此时的贤儿虽然嘴上没有承认 但实际已经彻底放下了心 施朗起身说他先去上班了 并且周末会做松饼 听到松饼贤儿顿时兴奋了 表示他来洗碗 施朗也没跟他客气 穿好衣服准备出门 贤儿则是贴心地给他整理好了衣领 也许生活早已没了那么多的气起伏伏 但平静的日常依旧能充满温馨 这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也是生生不息的希望 美食的存在总能在悄然间治愈人心 这个长相帅气的男人是个律师精英 同是眼中的他 是个不折不扣的优质男人 可这样的他却有一个不能带回家的恋人 周末施朗回家探望父母 并带着美味的多口味泡芙 母亲虽然看到美味的泡芙很高兴 但还是提醒这样的他多少还是带着一些女孩子起 施朗的回来 母亲制作了一桌丰盛的天妇罗 一家人享用着眼前的美食 但明显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闷 施朗心知肚明 也没有试图改变两位老人的看法 母亲却在这时突然开口 不论施朗你是同性恋也好 罪犯也好 妈妈都做好了准备 尽管他们不愿承认这一切 但还是选择接受 饭后施朗和父亲品尝着美味的泡芙 父亲定 主折他年过四十了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这时候的身体总容易出现各种毛病 交谈之中总让施朗觉得父亲一有所指 晚饭后回家 贤二看着眼前的施朗 不禁询问发生了什么 施朗笑了笑欲言又止 贤二虽然疑惑 但也没继续追问 这天 施朗和邻居家代子一起切着卷心菜 两人精湛的刀工 很快切上了满满的一盆 家代子分享着他做卷心菜的食谱 在他家一般用醋和蛋黄酱来调味 然后加点糖来稍微拌一拌 等大概腌制三十分钟后 再加入盐和胡椒来调味 家代子感慨制作美食的感觉太好了 可以让人转换心情 也能让人变得专注 善解人意的他 显然发现了施朗有着心事 如果他有什么不顺心的时候 只要做个饭 心情就能变好 一盆美味的凉拌卷心菜很快做好 施朗说出了他和父母的问题 家代子表示他能理解 要是他的女儿是个蕾丝鞭 恐怕他也不一定能保持镇定 这时家代子的丈夫傅勇先生回来了 顺便还带上了一众好友 他邀请了施朗一起留下来吃饭 还说要介绍一个名叫小日相的朋友 给他认识 令施朗没想到的是 傅勇先生口中的这对小日相 居然也是个gay 这让施朗心里有着刀人的冲动 饭桌上小日相主动来找他喝酒 倾诉着他男友的事情 原本一向强势的他 在和男友同居以后 却连下班太晚都要被关在门外 还不得不可怜巴巴地求和 但这在施朗看来 没有丝毫觉得需要同情的意思反 倒觉得对方是在撒着狗粮 晚上回家时间有些吃紧 使郎决定快速一点解决战斗 从冰箱里取出了一盒鸡腿肉 大蒜切成细末 洋葱则切成弧形的薄片 鸡腿肉一分为八 放上少许的胡椒调味 随后开始进行煎制 要注意的是一定得皮的一面朝下 这样才能更好地煎出油脂 鸡肉煎好后 锅里剩下的油还能用来继续做菜 下入洋葱和蒜末 将其翻炒至柔软 施朗这时又从冰箱中取出了一袋口末 放进了锅中翻炒 这时再下入一半的番茄罐头 剩下的一半用保鲜盒封存 再用番茄罐头装水 倒进锅里面进行炖煮 加入一个浓汤包 炖煮的咕噜声实在是有些悦耳 趁这个时间 将家袋子做的凉拌卷心菜盛上一碗 这样小菜就搭配好了 闲儿这时也回来了 看着施朗做的菜肴 贪心期待着晚上的美食 施朗将煎好的鸡腿肉放回了番茄锅中 简单地进行翻炒 可他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 随即从冰箱取出一袋芝士 放进了锅里 现在只需要撒上黑胡椒就好 炖煮的高温 很快让芝士的香味在房间内弥漫 施朗将菜品摆好 今晚的准备总算大功道成 两人享受着晚上的美食 贤儿赞叹着番茄鸡肉的味道不仅醇厚 还非常好吃 施朗将其归功在芝士上面 咸甜的口感让番茄的酸味有了进一步的升华 两人又吃起了家袋子做的凉拌卷心菜 酸味之中的一丝甜简直恰到好处 这时的施朗来了一通电话 电话的内容虽然没有听到 但从施朗的口中 却透露出住院已经凌天过去的消息 贤儿听到有些担心 他很想帮施朗做些什么 等施朗回来 他询问自己有什么能帮忙的 施朗有些强颜欢笑 表示暂时没什么需要施朗做的 在他内心 并不想将自己那份沉重分天给对方 隔天一早 施朗制作了两份精致的便当 他今天要陪一个单亲的客户 看望孩子 今天女士与丈夫离异 不能看望孩子的他 只能在施朗的陪伴下 才允许远远地看上一眼 这是施朗与今天女士前夫的约定 拿出早上制作好的便当 今天女士惊讶施朗手艺的美味 但同样看着孩子在新的家庭 又怅然若失 另一边的贤儿也打开便当 吃上了施朗早上制作的饭团 和店长的聊天中 贤儿询问着店长 平日里和老婆的关系怎么样 店长倒没多想 只是说着平时也就聊聊孩子 没大事的话也不会聊天 毕竟是老夫老妻了 贤儿想到施朗那一晚的欲言又止 安慰着自己 或许这样也好 与今天女士分别时 对方感谢着施朗今天的陪伴 他诉说自己是个奇怪的人 但施朗却愿意认真倾听她的话 心里难受的时候 有个人愿意站在自己角度倾听 真的是很棒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的施朗却想到贤儿的身影 回到家里 贤儿赞叹施朗今天的便当真的很好吃 两人相处的画面平淡而温馨 施朗正在洗着碗 突然提起那碗的电话 原来他爸爸得了食道癌 需要动手术 他有些忐忑地问 贤儿能听听他的倾诉吗 贤儿听了内心大受触动 这一刻的他 仿佛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 他开心地说着当然愿意 此时的两人 无形中消散了那一丝芥蒂 今天是施朗父亲手术的日子 父亲嘱咐着两人别担心 可即便如此 等待的过程 难免会让人觉得煎熬 母亲突然地大喊 将施朗吓了一跳 作为妻子 他很担心丈夫就这么离世了 看着难过的母亲 施朗取出了贤儿 送给老人的手帕 母亲称赞这手帕很好看 尽管施朗只说是朋友送的 但细心的他 还是猜出了这位特殊的朋友是谁 晚上施朗陪母亲 聊着他和父亲的事情 尽管老一辈的爱情很频繁 但陪伴才是最好的长情 好在第二天 父亲的手术一切顺利 见到这一幕 两人总算放下心来 感慨着吃东西也有味道 母亲说过几天要炸些天妇罗 施朗虚心请教着天妇罗的秘诀 母亲言语着说 炸天妇罗要骨断 但是使郎你应该很难做到 回到家里 使郎脱下了外套 而贤二则在收拾着衣物 他明白这些日子 施朗心情的沉重 在家务上 他想更多地为对方分担一些 施朗问着对方要不要吃火锅 贤二开心地表示同意 今天是平安夜 同事都在八卦展今晚怎么过 交谈间 也在问施朗 会不会去特殊的地方 施朗也没否认 不过他要去的特殊地方 只是打折超市罢了 超市今天的番茄罐头 打着88日元特价 平日可是要100日元 使郎果断拿了两罐 想到今天跟母亲的对话 他回想起了三年前 自己第一次去同志酒吧的事情 但打扮成熟的他一点也不受欢迎 也在那时 他和贤二首次相遇 例外地平凡 但之后的两人并没有交集 可在一次理发中和贤二再度见面 之后的两人虽然没有交往 但经常会相约一起吃饭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很久 直到有一天贤二的家里漏水 不得已的贤二只能站住在店长家里 使郎犹豫再三终于对贤二提出了邀请 从那以后两人正式生活在了一起 看着贤二的身影 侍郎感慨着当时的自己 可是前所未有的果断 回家的侍郎开始制作美食 将食材切碎 大蒜 西芹 洋葱 胡萝卜在锅内翻炒 再将猪肉馅下入锅中 等肉馅熟了就可以加入一罐番茄罐头 将番茄煮烂 再用罐头接上三分之二的水倒入锅中 这样可以省掉洗罐子的时间 接下来加入浓汤饱和香料 撒上胡椒盐来进行调味 趁着炖煮的时间可以来做个白酱 黄油下锅 等黄油足够融化的时候 加入小麦粉进行翻炒 这时候再加入牛奶 最后撒上胡椒盐就可以出锅 沸水中加入少许色拉油和盐 放上六片千层面 千层面容易坨 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搅动 用番茄酱铺满耐热盘后 放上两片千层面 加上白酱和菠菜 再铺上芝士番茄酱和帕马森干烙 重复三次后就可以放进烤箱了 接下来要做的是香草面包糠烤鸡肉 将鸡肉切开 用面包糠混合干烙胡椒盐可以多放点 这样更加入味 加入少许橄榄油和螺 乐夜拌鱼 这时候只要铺在鸡肉上放进烤箱就好 设定好时间 最后做个酸奶油拌明太子的沙丝 尝了下味道 口味酸度刚刚好 最适合涂在法冠上 就是卡路里会有点高 贤二这时也走了回来 顺便拿出了一棵小巧的圣诞树 一番准备大功告成 贤二感叹今天简直太丰盛了 居然还配了红酒 特殊的日子 施朗难得放开了对卡路里的苛求 两人开始享受着眼前的美食 将酸奶沙丝抹在了法冠上 贤二满满的咬上了一口 酸奶的香味加上焦脆的法棍美妙绝伦 喝上一口红酒 这种一口面包一口酒的感觉 简直好吃的永远停不下来 施朗将一块千层面装进盘子递给了贤二 贤二直接吃上了一口 不出意外的被烫饱 施朗看着露出了一母笑 自己也很快吃上了一口 入口即化的口感恰到好处 分开烤鸡肉很快送进了嘴里 贤二感慨着鸡肉的盐味刚刚好 一顿美味的晚餐 将施朗的记忆拉回了三年前 那时的他们第一次在家里吃饭 贤二对施朗手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不知不觉中两人已经相处了这么久 此时的施朗心里 有些庆幸自己一些事情的果断 如果没有这些 可能也没有现在的生活 虽然平凡 但也有着春暖花开 平日面对母亲的啰嗦 已经成年的你会不会不耐烦 眼前的施朗就面临这种情况 或许在父母眼中 不管我们多大了 也依旧是他们操心的对象 早晨施朗抱怨着母亲的问题 明明自己都四十五岁了 还被当成高中生对待 回去一次饭菜分量都做这么多 还被要求考虑身后事的问题 但他的话并没得到贤二的认同 反而觉得施朗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他看来 一个能坦然接受儿子遗弃的母亲 实际是很了不起的 或许施朗该做的应该是感激才对 施朗少有见到如此严肃的贤二 结束工作的他 突然意识自己好像从没了解过贤二的家庭 而此时的贤二也正为早上的事情烦恼 他觉得自己的话可能有些重了 回到家里 使郎正在做着饭 贤二感觉对方心情还不错 晚餐很快被端了上来 两人坐下准备吃饭 贤二吃了一口炒饭 浓郁的蛋香配上芡汁味道绝佳 使郎也露出满意的笑容 可贤二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 今天饭桌上的菜全是他爱吃的 不仅两道菜都有鸡蛋炒饭 还有着分量十足的芡汁 再加上味道浓郁的鸡肉西兰花 这些平日使郎并不会做 使郎却在这时说出 除夕夜他准备回去陪父母 贤二听了顿感欣慰 两人开始享受起了晚餐 除夕这天 使郎帮家里清理着房间 母亲也没心疼他 还叫他一会顺道把家里坏的灯泡换了 父亲也在这时跟使郎请教智能手机的使用 这一幕的出现 像不像过年回家的我们 晚餐时间 家里煮上了热气腾腾的火锅 使郎忍不住称赞起了母亲的手艺 而此时的贤二 告别了同事们续摊的邀请 一直吃使郎做的饭菜 他也很想亲自动手做一回 案台上放着一包拉面将蔬菜 从冰箱中先后取了出来 放好以后 又从冰箱中取出了裙袋菜和猪肉 将裙袋菜泡水白菜和萝卜切好备用 猪肉也很快切好 接下来是煮个半熟的鸡蛋 碗里加上少许水 打上鸡蛋 用筷子戳开蛋黄再盖上保鲜膜 放进微波炉中加热40秒就好 放了色拉油的锅中下入猪肉 依次将胡萝卜和白菜放进翻炒 看着手里的黄油 咸二毫不犹豫地放了进去 加入一点大蒜 味增和味淋也不能放过 再加上一点点鸡汤料进行翻炒 扑鼻的香味在房间弥漫 果然拉面还是要配浓汤 想到施朗要是在这里 肯定会生气这些重口味的调料 咸二有些越来越期待接下来的拉面 装好一杯500毫升的水 加入炒好的汤底中 将调料包放好 面也很快放进了锅里 咸二看了眼时间 两分钟刚刚好 放入豆芽和裙袋菜 再下入大葱 只要煮上一分钟就好 煮好的拉面先将汤倒进碗里 搭配上半熟的鸡蛋就大功告成了 咸二享受地吃了一口 醇厚的味道简直就是人生享受 面的筋道程度还有食材的配比 一切都很完美 但即便享受美味拉面的同时 咸二也没忘记看跨年晚会 看着电视里的小鲜肉 他不禁感叹自己还真是有些老阿姨的心态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太过投入吃拉面而错过了食 朗的电话 咸二被训斥了一顿 隔天中午 使郎和父母一起吃着中饭 母亲嘱咐他年菜很多 必须多吃点 虽然菜很美味 使郎还是觉得有些太多了 分别时母亲 不停地给袋子里装着年糕 因为太多 结果年糕打翻到了地上 身为父母的他们 总想在每一次分别时 尽可能地让我们多带点东西 看着还在不停给自己找东西的母亲 还有打着瞌睡的父亲 这一刻的使郎仿佛明白了什么 回到家里 咸二有些震惊这些年糕的数量 使郎则说 从今天开始 要将这些年糕全部消灭 烤箱中的年糕不断膨胀 咸二迫不及待地将其取了出来 饭桌上几乎每一道菜都是年糕 吃上了一口 咸二感叹年糕的味道真是太好了 又糯又软的口感简直停不下来 使郎这时也笑着说出回家很好的话语 咸二文言有些欣慰 相识一笑后两人继续吃了起来 可从这天开始 咸二的噩梦开始了 年糕大餐出现在了她的早中晚 每餐里面 尽管一开始她还吃得很开心 可在看着冰箱里那身不见底的年糕 她就怎么也开心不起来了 人生有没有让你绝望的时候 如果有那就来一顿火锅 这个演过假面超人的男人 是个律政精英 可今天的她 却遇到了第一次职场危机 一向有些蠢萌的同事们 似乎发现了她是个给 明明只能有女律师才能带的实习生 却分到了她的头上 而且最近的她 总感觉自己似乎有着无处安放的魅力 只见过一面的小日相 一直邀约她吃饭 就连实习生也似乎对她青睐有加 这种重现象 不禁让使郎感觉自己好像走逃花运了 但耐不住小日相三番五次的邀约 使郎最终还是决定赴 约一次坐在餐厅里 心里却生起了一丝微妙的罪恶感 小日相的出现更令她心绪红乱 不过她还是做好决定 即便小日相是她喜欢的类型 一会要是被表白 她一定会坚定地拒绝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小日相从头到尾 都只是在倾诉她跟男友的感情问题 而且刚刚倾诉完 竟然把她那个口中天天作妖的男友 带到了她面前 这就很尴尬了 想了一晚上的拒绝台词居然没用得上 第二天刚刚结束完案子 作为前辈的她 还是决定但是牺牲小僧吃顿便饭 没想到只是简单陈述律师的职责 却换来了对方崇拜的目光 为了让对方死心 她决定主动问出对方有没有难以 原本只是想婉拒的她 却被实习生当成了职场性骚扰 还被告到了主任那里 接连两次的乌龙事件 差点令侍郎连做晚饭的心情都没了 最终决定还是做一顿鸡腿清汤火锅 结果来到超市别说鸡腿 腿毛都没剩一根 就在侍郎绝望的时候 总算发现了一盒卖上的赤根 而且还是秋田县的笔内土鸡 但650日元的价格有些令她望而却步 这时超市店员走了过来 给赤根打上了半价标签 这一刻的屎郎仿佛见到了神明 回到家 冷水的砂锅中放入昆布料酒和鸡翅 打开瓦斯 撇去砂锅中的浮沫壁纸 用温火炖煮40分钟 趁着时间来削上一个莲藕 切上一点小米辣 将芝麻油淋在辣椒和莲藕上 接着开始翻炒 加上一些维苓 再放上一点醋来入味 有了醋的加持 精品莲藕的鲜味瞬间就出来了 将锅里的莲藕成盘 现在差不多就可以处理火锅食材了 白菜切成段 大葱一定要切上鞋刀 豆腐则是一块切成八等份 香菇巨梗从中间切开 今天的她也没有心情切 十字花刀 这时咸二走了回来 看到是鸡肉火锅 感慨说这天气确实有些凉了 使郎继续处理着食材 很快火锅的配菜都被下到了锅里 盖上锅盖 火锅的蘸料 选用了橘子醋 酱油 还有柚子盐 一餐丰盛的火锅大功告成 咸二赞叹找火锅实在是太香了 连眼睛都被熏上了白雾 看着咸二饭唇的样子 两人正式开始吃了起来 火锅的美味 终于让使郎有些忘却了烦恼 咸二吃了个赤根 肉质很快脱骨 这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实在令人忍不住赞叹 火锅的结束 使郎取出一块米饭放进了网烧 用凉水冲洗掉粘性 放进火锅的汤底 接下来只要加上鸡蛋就可以了 打开锅盖 鸡汤烩饭的香味很快飘散了出来 两人吃着最后的烩饭 吸收了鸡汤的米饭 完全承载了火锅最后的精华 饭后的湿了 也彻底被这顿意外的火锅质疑 他忍不住分享了这两天的经历 没想到咸二并没责怪他 反倒觉得好笑 这一刻 两人的相处又变得朴素而温馨起来 或许这就是有个能包容你的另一半的好处吧 四个男人两对情侣在一起吃饭 会是怎样的名场面 黄衣服的男人被爱人小日相称之为基尔贝尔 男侍郎曾经幻想过对方的长相 但现实很无感而明 明只是简单的见面 却处处暗潮汹涌 不得不说比起一般的小绿茶 基尔贝尔男要更胜一筹 哪壶不开提哪壶 三言两语就让使郎有些破防 而一旁的贤二也不好受 难得拉下了黑铃 好在最后想到使郎长相气质 都不符合这个审美 老嫂子又露出了少女的微笑 结束后的两人心情还算不错 一起吐槽着基尔贝尔男的骚操作 天空响起一声惊雷 怕被淋湿的两人慌忙跑了回去 不过第二天使郎还是病倒了 反倒贤二有些开心 一直是个付出型人格的他 却总被使郎照顾 这次总算能够大展拳脚一回 回家的贤二给使郎贴上了退热贴 说着晚上他来做饭 使郎确实有些怕 贤二把厨房烧了准备开始做饭 贤二从微波炉取出了豆腐 先压一下挤出水分 洗掉菠菜根部的泥 水开得太大 精打细算的使郎听得有些心疼 贤二从冰箱取出了鸡蛋 他准备做一份玉子烧 在90毫升的水中加入调料 一小勺酱油还有两搓盐 最后放入一勺白糖进行充分搅拌 碗中打入鸡蛋 遵循搅动两万次的方式来打散 再将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碗中 这时用色拉油来浸泡厨房纸 用大火来加热一会要用的坚果 加起厨房纸在锅内抹上油 一顿操作猛如虎 真正开始煎的时候却有些惨不忍睹 柔软的蛋液根本就翻不起来 贤二哭丧着脸尝试用锅铲来翻动 这时候还一边安慰自己绝对没问题 再度加了些蛋液进去 有些煎糊的玉子烧意 外的有些成型了 虽然做得差点意思 但总算也勉强成功了 想到还有其他菜要做 邪二慌忙起身 碗里放入一勺白芝麻酱 再加入一勺白芝麻面 少许的酱油配上一大勺白糖 最后加点盐来进行充分搅拌 拿起控好水的豆腐 将其放进了碗里 将豆腐捣碎 下入切好的菠菜碎 现在就只需要拌匀就好 尝了一口味道清爽的口感意外的不错 将解冻的两人份米饭进行清洗 然后放进锅里 加上蔓果米饭的水 放入适量的白糖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煮了 等锅沸腾 邪二开始切起了鸡腿肉 看着眼前的肉 嘀咕了一声 还是决定全部放进去 最后只需要加入鸡蛋来收尾就好 正当邪二准备切点芹菜的时候 使狼意识到不妙 这可是切过生肉的菜板 好在邪二也意识到砧板的问题 一直惦记着厨房情况的使狼 根本休息不好 下入最后的芹菜 贤二露出了英母笑 他开心地叫使狼起来吃饭 一份丰盛的病号餐呈现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鸡蛋液 使狼有些心痛 肌肉放得也太多了 但耐不住贤二有些期盼的目光 他夹起了一块玉子烧 结果竟然意外地好吃 使狼很快享受起了晚餐 虽然食材有些浪费 可里面却饱含了爱人的心意 贤二也终于放心地吃了起来 生病时的相伴多少显得有些温情 为了感谢贤二的照顾 痊愈后的狮狼在家里烤上了黄 由香蕉蛋糕 松软的蛋糕被整齐地切开 吃上一口 纯香绵密的口感恰到好处 满口都是香蕉和黄油的香味 这一刻的两缘 岁月静好 不紧不慢 不慌不忙 男人想要领养自己的情人做养子 原因竟然是不想遗产被父母继承 这种奇葩案子 就是施朗即将面临的问题 但此时的施朗并不知道这回事 虽然他是个gay 却总想在公共场合隐藏这个特殊身份 平日热衷美食的他 面对丰盛的西餐也毫无食欲 周遭时刻的小声议论 更是令他如芒刺悲 从餐厅出来 施朗依旧没有走出情绪 贤二的道歉令他心生烦躁 突如其来的大吼 令贤二也有些不知所措 但聂七衣食爽追七火葬场 毕竟是真相定律 明明刚吵过架 却托好友买了贤二最爱吃的桃子 出来后的施朗收到贤二的短信 昨天那对朋友要来他们家拜访 原因是有重要的案子委托 施朗这才知道 昨天贤二祖局的目的 心里顿时有些愧疚 想到昨天吃饭时客人对食材的挑剔 连调味料都要选有机的 他咬牙走进了一家有机超市 西兰花一颗430日元 青椒一袋350日元 就连鸡蛋一盒也要980日元 施朗彻底不淡定 虽然招待客人是不错 但为了虚荣而打破平日节俭的原则 这不是他的行事风格 最终他还是选择购买平价食材 回到家时间已经有些吃紧了 好在米饭是早上预约的 洗了把售 将茄子和小米椒进行煸炒 再放入切成细条的两个彩椒 放入少许味苓以及鸡精 再加入酱油来调味 简单翻炒以后就能盖上盖子焖煮 等茄子和彩椒煮燃以后就做好了 下一个菜是助前煮 将馍玉撕成小块 然后进行焯水 依次将香菇胡萝卜牛棒放进托盘里 莲藕切成丁 这个需要提前泡上醋水 煮过的竹笋和新鲜鸡肉也放进去 生姜切成细末倒进锅内简单翻炒 呛锅这时将鸡肉下进去 取出后放入白砂糖 再加入酱油 将其搅拌均匀 锅内放入芝麻油 将之前准备好的食材全部下进锅里 接着进行翻炒 将泡过香菇的水倒进去 加入一大勺白砂糖 接着再倒点面汁 这时候刚刚腌制过的鸡肉也可以下去了 煮前煮正式完成 接下来是制作主食寿司 将鲑鱼肉放进烤栏 设定好时间就可以了 趁这个时间 在煮好的米饭中加入适量的寿司醋 充分进行搅拌 两根黄瓜切成圆片 撒上一小勺盐 用手将盐分抓进去 锅内倒入蛋液 再用筷子来稍作翻炒 这时候鲑鱼差不多烤好了 将鱼肉放进米饭里 和鸡蛋米饭一起进行搅拌 腌制过的黄瓜冲洗完控干水分 放进米饭中 放入大量的熟芝麻 鲑鱼鸡蛋黄瓜寿司就做好了 不过光有这些还不够 史郎想到了冰箱里的西兰花 将西兰花焯水 接着做了一个用梅干还有蛋黄酱 芥末混合的酱汁 里面加入味淋和少许酱油 搅拌均匀就完成了 尝了口味道芥末的冲击感足够强烈 正当史郎还打算做个汤的时候 门铃想了起来 史郎只好匆忙从冰箱 拿出了昨天制作的汤品 嫌二见到史郎的准备 惊讶他竟然做得这么封省衣 翻准备总算大功告成 而客人也在此时如约而至 并且递上了特别定制的白葡萄酒 面对两位极其挑剔食材的客人 史郎心里充满忐忑 毕竟他所用的只是评价食材 可他有些忘了 用心制作的美食总是不会让人辜负 吃过史郎饭菜的两人 都对每一道菜进行了极好的评价 毫不夸张地说 这是一餐真正的家庭盛宴 而在之后 两位客人也终于吐入了他们委托的事 秦原来 59岁的阿铁先生 这些年经营了一些产业 颇为有钱却膝下无子 而特殊的性取向 也没有得到父母的认同 现在身体有恙的他 想要处理遗产问题 按照法律有三分之一要留给父母 而他只想将钱留给情人 侍郎表示这件事情会很难办到 但他显然低估了阿铁先生 对于这件事的决心 而接下来他们的决定 也令侍郎和贤二感到震惊 眼前的阿铁先生 竟然要收养自己的男友为养子 这样的话 也就规避掉了最后的法律问题 以他们这种没有婚姻约束的关系 这是他给男友最后的依靠 抛开道德层面不说 这种方式有些毁三观 不过这也是阿铁先生 自己选择的权利 有句话叫做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使郎也深深明白这点 晚餐过后 两人一起清洗着餐盘 直到这时 使郎才说出 贤二应该早点将事情告诉他 贤二则表示 他和使郎思考的方式不一样 有些事情做了就做了 并不一定要说出来 看着贤二出去扔垃圾的背影 使郎突然有一种感觉 贤二会不会就这么离开了 而此时的贤二也在楼下久久住族 付出这东西 谁会一直挂在脸上呢 好的感情肯定不是只有甜言蜜语 润物细无声不也是一种可能吗 45岁还未婚的绿正精英 到底有多受欢迎 明明是朋友的婚礼 却差点成了婚礼的主角 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的女人们 看着他 如狼似虎 长相出众 且绿正精英的身份 在婚礼现场的一众中年男人中 确实有些鹤立鸡群 然而这样的他内心只有苦恼 因为他有着一个 不愿在人前暴露的秘密 看着新人手中的戒指 使狼若有所思 回到家里直接泪探在了沙发上 但晚饭还是得做 看了看冰箱中的食材 最终拿出了一瓶番茄酱 他决定给自己做个布雷斯一面 将培根洋葱还有青椒下锅 进行简单的翻炒 抖掉一面的水分 煮熟的一面放进去 挤上大量的番茄酱 再加上一点鱼露 最后翻炒熟透 一份简单的一面就做好了 吃上一口 浓郁的番茄酱 带着一丝洋葱的甘甜 自己亲手做的饭 果然美味加倍 看着干净的餐盘 施朗突然意识到 一个人的时候 自己原来会吃得这么简单 平时虽然会做很多料理 那都是因为生活中 有一个重要的存在 想到这里 施朗决定在贤二生日的时候 送他一枚对戒 可当他把这个想法 说出来的时候 原本在吃饭的贤二 直接被饭噎住 使狼慌忙给他拍着后背 贤二则是惊喜地大叫 在他看来 对戒的意义跟求婚没什么两样 可当他得知 使狼只是为了减少以后 面对女人的麻烦时 他眼神中又闪过一丝失落 可很快他就收拾好了情绪 只要戒指到手 管他的呢 来到挑选戒指的店铺 施朗公共厂 怕暴露自己是给的老毛病 又犯了 但这并不影响 贤二挑选戒指的心情 定下戒指 甚至强烈要求 刻上两人的姓名和生日 施朗最终还是没熬得过他 无奈同意 转眼到了贤二生日这天 施朗意外地发现 米桶竟然空了 打开冰箱 就连之前堆积成山的年糕 也只剩了一点 没办法的他 只好来做个农菜汤 将两片培根切断 小火将培根油脂 全部煸炒出来 这时放入切成 一厘米大小的洋葱 简单进行翻炒 再将盖子盖上 大蒜一半切成碎末 胡萝卜一根切成 七八毫米的小块 芹菜叶则按照 五毫米左右来切断 将先前切好的 所有食材下锅 简单翻炒一下 有着蔬菜的加入里面 很快会出现水分 切上一些土豆 再来一些卷心菜 全部下入锅中 虽然配料越来越多 但是一会的美味 也会更加香浓 最后是将两个西红柿 切上大块 在里面翻炒至完全融化 这时放上两个浓汤包 加上一升陈棉自来水 放上一片月桂叶 来增加香味 接下来煮上四十分钟即可 到这里 浓菜汤的准备工作 就完成了 配菜的话 就用无精来做一个沙拉 改刀成四五毫米的厚厚薄片 撒上一些盐 给它们来一个马砂鸡 用柠檬汁 酱油芥末还有橄榄油 做一个调味汁 再和先前的无精 一起拌排无精沙拉 就做好了平底锅 放上橄榄油 下入蒜末 口馍和五谷各准备一些 将刚才沙拉用过的无精 叶子切成两厘米的小段 煮食的一面也可以开始了 放入切好的无精叶 把所有的菌类下锅 再来上一个吞拿鱼罐头 调料的话 就用简单的面汁就好 最后倒上少许牛奶 地面的酱汁就完成了 尝了一口浓菜汤的味道 还差上那么一点点意思 加上一些盐来调味 再放上足量的黑胡椒和罗勒叶 蔬菜的浓香也开始蔓延在整个厨房 意大利面在煮熟前两分钟起锅绿水 再倒入酱汁锅里拌炒至完全熟透 浅尝一口地面的火候和味道堪称完美 很快 一顿夕阳风味的晚餐被呈现了出来 仪式感被彻底拉满 贤二看着眼前的美食 忍不住喜笑颜开 吃上一口混合爱人心意的美食 又一次征服了她的味蕾 史郎也吃了一口无精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龙菜汤当然也不能放过 入口的柔花简直不要太好吃 一不小心热汤也到了她该来的季节 但所有的美味都抵不住今天的期待 贤二大喊着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放在饭后 可一边说着一边又骄作的要史郎给她戴上戒指 戴上的那一刻对于两人来说意义非凡 这不仅是一份心意 也是一份珍藏 生活可以落魄 总归得有点仪式感 只是这份仪式感对史郎来说有些痛心 14万日元 够她省吃减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情人和现任在一起会是怎样的修罗场 而这种事情现在就发生在贤二宫 做的美发店里 所有员工都知道店长和魅导女士出轨 偏偏重新回到店里工作的店长太太 似乎并不知道这回事 可很快贤二就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么看来店长夫人的突然回归 哪里是为了扩展店里美容业务 完全是为了把店长抓牢啊 回到家的贤二 看到正姓高采烈 提着一个购物袋打电话的史郎 他不由嗅到一丝危险的气息 就在昨天 史郎接到了小日向的邀约 而对方似乎送了他什么东西 当自己问侍郎是送什么的时候 他却找了个借口走掉了 想到白天店长太太的忠告 又看着眼前喜笑颜开的史郎 贤二心里不只是醋意横生 更多的是害怕和迷茫 他突然开口 希望侍郎不要去参加那个饭局 侍郎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尽管小日向每次都是诉苦 自己和基尔贝尔男的感情问题 可每次回过头都成了秀恩爱 但此时的贤二显然听不尽这些 他看着时狼缓声说着 本来只想保持同事关系 怎么会发生什么 对方可是顾客 又怎么会发生什么 半径五米以内的人 进入恋爱关系时 大多都是一怎么会开始的 更何况他们是gay 毫无法律界限的约束 当恋人和别人独处的时候 如果真的遇上了喜欢的类型 会怎么办 毫无疑问 贤二对使狼的感情是真挚的 也正因如此 这一刻的他才会显得有些善良 但贤二的担心并不是毫无缘由 曾经的他也做错过事情 不仅伤害了男友 更是重蹈了自己父亲的覆辙 想到店长夫人面对情敌 也在强颜欢笑 想到可能会失去使狼 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说出了一切 看着眼前痛哭流涕的仙二 使狼终于说出了心声 贤二有些不敢置信 使狼从兜里取出了手机 拨通小日向的电话拒绝了对方邀请 看着眼前的使狼 贤二内心复杂 使狼只是轻声说了句 给我个负责 晚餐结束 贤二还是有些介意购物袋的事情 结果使狼却是笑着说他是个笨蛋 这购物袋是家袋子太太送的 贤二回过神来 才知道之前的自己有多范畴 就因为一个购物袋 居然搞出之前的乌龙戏码 回头抓着购物袋咬了起来 经历了一番误会 两人迎来了共同的周末假日 好不容易一起休息 当下决定做一份美味的假日早午餐 先把30克黄油用小火融化 把100克面粉还有20克白糖混合 用筛子筛一筛 为了防止面糊结块继续筛上第二次 接着打入鸡蛋用起泡器进行充分搅拌 一点点的加入250毫升牛奶 最后再加入事先化开的黄油 然后一点点的加入搅拌均匀 为了保险起见 再用刚才的筛网过滤一下面糊 连同保鲜膜一起放在冰箱里 静置30分钟 这样面糊就准备好了 接下来做一个浇头 洋葱切成薄片 撒上少许盐 番茄黄瓜切薄片 生菜撕成适当大小 将蔬菜摆到盘子里 洋葱变软以后用水洗过 再将水弄干 加入蛋黄酱和少许酱油 还有胡椒粉来调味 锅内煎上鸡蛋火腿 接下来就是甜品了 50克巧克力切碎燃 后加进40毫升的牛奶中 放进微波炉软化后 就能变成巧克力牛奶酱 这时候面糊也发得差不多好了 舀了一勺面糊放进锅里 小火的加持下可力饼很快成型 碧糖的咸二也忍不住被煎饼时的香味 吸引丰盛的一餐总算大功告成 为了庆祝这个完美的假日 时朗难得拿出了啤酒 啤酒的清凉不禁让咸二感慨 白天的啤酒简直太棒了 完美的假日配上完美的一餐 带点咸味的火腿肉 配上美味的可力饼 入口即化的芝士加上半熟的鸡蛋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我们虽然无法预期到以后 但为了在对的时间和对的人在一起 一哭二闹三上吊 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 平凡生活简单而美好 生命中最重要的果然还是得有阳光啊 周末陪母亲制作一份美味的油炸料理 是不是很好的体验 朱里姬拍上生粉 裹上鸡蛋液和面包糠 最后放进锅里进行油炸 一桌丰盛的周末晚餐就完成了 吃上一口 猪排的酥脆焦香可口 一段时间没吃上果然还是依旧美味 但父母的己眉弄眼 很快令侍郎察觉到一丝不妙 他万万没想到 今年过年 母亲竟要求自己带对象回来 对于这件事 侍郎多少还是有些顾忌 毕竟他跟贤二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能受到祝福的恋 人不成想父母的反应 来得让他始料未及 一番话说的侍郎瞠目结舌 又是一年的圣诞 这已经是侍郎和贤二在一起的第四个年头 不过今年的圣诞和往年有所不同 因为小日相和男友想约使郎他们一起吃饭 尽管是吃的平安夜大餐 但想到要多花两万日人的开销 使郎决定还是邀请他们来家中聚餐 贤二对于这种场合倒不介意 反倒想着 到时候该在家里做一番怎样的圣诞布置 但令使郎想不到的是 一场男人间的宫斗大戏即将拉开帷幕 美味的花蛤在锅里焖住 贤二开心布置着餐盘 不得不说男人也是可以精致起来的 臂旁的使郎正在认真地做着料理 西兰花放进了花蛤里面 锅铲对气轻轻拨弄 做饭时的男人总会魅力加倍 贤二在这时擦干了手 无比虔诚地将两人买的对戒取了出来 接着缓缓待在了手上 认真欣赏着这件小物件的美好 这时候 小日相和吉尔贝尔男如约而至 还带来了香槟和蛋糕 贤二一边捧着香槟 还一边将手中的对戒故意露了出来 然而小日相并没注意到他的小心机 反倒引起了一旁吉尔贝尔男的注意 贤二事实拨弄了一下头发 气得对方转头就走 美味的蛋糕 还有丰盛的晚宴呈现了出来 面对美食 小日相毫不吝啬给出了赞叹 使郎有些谦虚 贤二则是乐开了花 但这一幕却让一旁的吉尔贝尔男有些不爽 一番茶医表演下来 小日相只得低头去火 当然圣诞晚餐也不全部都是剑拔弩张 吃过使郎做的饭菜 小日相更加表示了对美味的认同 连此间都在赞不绝口 唯独身边的吉尔贝尔男开始做起腰来 但明明嘴上嫌弃食物热量 手脚却没停下来的意思 使郎好心地想拿走他的明太子驾 反倒自己先护起食了 一边说着吃花蛤会有沙子 还特别讨厌西情 但真吃起来比谁都要欢 就连热量最高的千层面 也比别人多吃了两人份 很快一桌丰盛的圣诞晚宴被几人吃了个精光 使郎贴心地给众人端上了饭后甜点 看着眼前的牛乳沙兵 吉尔贝尔男嘲笑怎么又吐又难看 使郎跟贤二已经见怪不怪 可当他真吃了一口以后 又瞬间被沙兵的美味折服 纯纯的口闲体正直 小日向有些好奇怎么做到 使郎也没吝啬地说起制作流程 将锅里陈年自来水煮沸 放上两个格雷伯爵茶的茶包 煮上三分钟后关火 这时候倒入500毫升的纯牛奶 再加入70克的砂糖 挤上整整一管的炼乳 顺时针开始进行搅拌 让所有的食材全部融化后捞出茶包 将液体全部倒进托盘里面 冻上四小时后取出来 最后拿出来用叉子捣碎 这就可以了 被沙兵征服的吉尔贝尔 很快吃了个金光 甚至还想再来上一晚 贤二忍不住和使郎看着好笑 最终小日向表示 回家以后他会试着做出来 有了美食的治愈 茶医代表对使郎和贤二也 少了一些苛责 甚至主动说起了他们的家具 看起来很有讲究 这话简直说到了贤二的心坎上 当下同意了吉尔贝尔 过年大家也一起聚餐地提 可这时使郎却说恐怕不行 众人有些惊讶 使郎也在众人的目光下 道出了原因 今年的过年他想带贤二一起 回去这话不光是小日向两人 就连贤二也是始料未及 回过神来的吉尔贝尔男直言道 他们这种特殊群体 介绍恋人给父母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更是一种伤害吧 即便再怎么努力 也消除不了家人对别的偏见 话虽然直白 但这也是一定程度上的现实 使郎耐心听完 这才缓声开口 当知道自己是悲的时候 就一直在思考 在父母眼中 一定觉得自己是个可怜的孩子 他们会自责对于孩子教育的失败 这份沉重 他不想再让父母继续承担 虽然改变不了父母对于辈的偏见 可至少得让他们知道 自己其实过得很好 并不是那么不幸 如果可以 自己想带贤二回家 让他们可以放心自己 让他们知道 自己的儿子一直有爱人相伴 沉二听了备受感动 哽咽地说着自己会去 一定会去的 使郎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生活不一定都是美好 但有爱人的相伴和支持 却总能让人感受到浮面的春风 以及令人难忘的秋波 书上说 猎人的终点是踏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 但在这之前 丑媳妇总归是要见公婆 第一次登门拜访 沉二心里充斥着紧张 昨晚同事们的出谋划策 一条也没记得住 就连出门也是一拖再拖 平日有些不休蝙蝠的她 头一次这么注重外表给人的印象 站在门口的那一刻 她仿佛过了几个世纪时 老母亲迎门出来 双方四目相对 首次见面的拘谨 看得出来紧张的不只是侠儿一人 在饭桌落座 几人举着酒杯 谁也没开口 气氛意识有些降到冰点 好在母亲打破了沉默 叫上师郎去做准备好的秘制炸鸡 房间里一下子就剩了贤二和父亲两人 两人有些面面相觑 父亲这时提要不要看 侍朗高中时的照片 贤二心里一万个想看 但此时也只是矜持地开口同意 看着侍朗高中时的照片 父亲总算打开了画匣子 高中时的侍朗很爱学习 很少让他们夫妇操心 从小到大 却总是会有一副思前想后的表情 可是那样的他 也从未对自己两人冷漠过 听着侍朗的过往 贤二若有所思 侍朗之所以会这样 可能内心想的是 既然已经不能让父母抱上孙子 那么至少也要考上个好大学 当上律师让父母开心 或许这也是他能尽到最好的孝心 两人的交谈仿佛悄然间拉近了彼此 也似乎释怀着一些 久藏于心的东西 另一边母亲正叫侍朗 做着秘制炸鸡 把姜末和蒜末放进剁好的鸡腿肉中 撒上一些盐 加入胡椒粉和料酒 而酱油也是必不可少 然后用手揉搓来将所有调料拌匀 只有这样的鸡肉才能被充分腌制 这时候再倒入打了两万次的蛋液 多抓几次是鸡肉不柴又嫩的秘诀 这样炸之前的处理就做好了 在母亲的吩咐下 取出橄榄叶和小干白鱼 这个菜师郎之前学过 他决定亲自动手 橄榄叶切成小段 用橄榄油将小干白鱼煸香 然后将切好的橄榄叶放进去 用料酒和酱油 还有味淋来调味 最后再撒上大量的熟芝麻 这样橄榄叶炒 小干白鱼就完成了 时朗试吃了一口 感慨着这个菜肯定很下饭 接下来就是炸鸡了 锅中下入鸡块 一开始的时候要低温慢炸 肉块沉到底就差不多了 等三分钟后就可以将鸡肉捞上来 但为了焦脆的口感一定要第二次复炸 这个时候就要将油温升高 看到鸡块浮起来说明温度正合适 等鸡肉被炸成酥脆焦黄的样子 就代表大功告成了 一份完美的秘制炸鸡被端了上来 贤二很快吃上了一口 表面酥脆里面肉质软嫩 这绝佳的口感 令贤二忍不住露出享受的表情 可很快他就意识到不对 他现在对面坐着的可是屎郎的父母了 眼看妻子表情有些不对 父亲赶紧将他叫出了房间 一时间 好不容易平复的紧张感再度袭了上来 但没过一会 母亲一脸喜笑颜开地走了进来 还不听寒暄的 贤二对饭菜是不适合口味 虽然有些不明所以 但饭桌的气氛一下子热沉了起来 直到贤二跟屎郎离开时 母亲脸上也依旧洋溢着真诚的笑容 听到屎郎母亲邀请他下次再过来 贤二开心不已 回家路上 两人心情显然都很不错 屎郎确实有些好奇 母亲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贤二想了想猜出了关键所在 原来屎郎的父母 虽然已经接受了儿子给的身份 但还是对两人扮演的角色无比在意 甚至怀疑屎郎每天在家是不是穿女装 好在得知侍郎十一的时候 这才放下了心 听到这里 侍郎意识到 难不成父母以为贤二才是美天 在家穿女装的那贤二笑了笑 默默承受了所有 不过对于能跟侍郎回一趟家 这些算得上什么呢 侍郎看着眼前的贤二也是心生感动 新年第二天两人一起逛起了超市 酱油215日元限购一瓶 侍郎庆幸今天带了贤二出门 不然怎么捡得到这个大便宜 后来在女店员的指引下 又看到了心心念念的低支牛奶 75日元的价格 简直戳到侍郎的心坎上 从中乌村出来 侍郎罕见同意赔钱 二去了一直向往的咖啡馆 小作虽然一开始引起了一些注意 但美味的咖啡 还是让他们很快融入了这里 就如同一对普通而简单的情侣 回家贤二为侍郎修剪着头发 侍郎此时也吐露了刚才咖啡馆的事情 作为另一半的他 偶尔也想做些让贤二开心的事情 面对爱人的敞开心扉 贤二紧紧抱住了他 此刻的两人感受着彼此 也感受着平凡生活中的简单美好 他们的爱情或许没有那么多的波澜起伏 可是每一刻的两人都在真诚而真挚地相待 侍郎的敏感 贤二的贴心 获补成了一幅生活所向往的花卷 昨日的美食落幕 感谢观看